意志的驱使下杜宇明带领远征军继续向东撤去 而此时归国还乡的急切心情 也进一步在险境重重的远征军将士们中间蔓延开来 1942年的5月7日 已经逃往印度的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 给杜宇明发来一封电报 罗在电报里称 判断敌众先占领密之那 而为数不多 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 必可冲破险难 打通后路 急切的归国之心仿佛已经发出的响剑 为了回家 远征军的将士们把一切都抛向了脑后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临近 1942年5月8日凌晨 一支日军坦克部队突然出现在密之那的郊区公路上 与此同时 日军步兵已经开始强度伊洛瓦底江 上午7日 日军迅速占领火车站 9点占领飞机场 又过了三个小时 日军的太阳起就高高升起在密之那市政府大楼的屋顶上 此时 杜玉明获取的情报却是只有小谷日军袭扰的密之那 港渡边政府以擅长山地丛林作战铸成 紧接着去密之那四十公里的孟拱一带也出现了日军 9日远征军第96师 余韶部兴夜间城赶到密之那 以西的孟拱 当即遭到日军的阻击 此时远征军不仅比敌人整整满了一天 杜玉明还发现日军的兵力火力配比都远远超过预期的数 他在向密之那撤退的过程中 日军走公路我们走山 那你当然没人走的菜 还没到密之那听说日军把密之那站 日军第56师团长布边政府此刻也在积极部署 实际上他也在担心自己能否抵挡住中国军队的冲击 因为占领密之那和孟拱的日军 近为两个连队七千人左右 在经过两场大战兵力和战斗力消耗 已经过半 老实讲已经陷入日军的战略合围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杜玉明亲自指挥的远征军的主力部队 这个时候手里还握有四个师的兵力 而这四个师仍然是中国远征军实际上是最能打的主力师 在战场上已经打出来了 这四个师五万多人是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和精华 陷入日军合围 怎么办 到哪里去